那都什么样子的呀 就在家里面随便装饰了一下 一点仪式感也没有了 不是 咱在纠结这事儿还有意义吗 还有啥 在办婚礼之前不是要买那个三斤吗 然后还有彩礼这些事情 然后那个三斤也是一样 他爸就说这个价钱就在这儿 在这几样里面选 他就那几样我怎么选 我选也选不到自己喜欢的呀 就随便拿了一套呗 对 所以也没有经济能力 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独立的人才能结婚嘛 人都没独立干嘛结婚 那可不就是养人逼夕嘛 姑娘 所以咱摆持这些没有意义嘛 也就是说在毕业之后 两个年轻人因为爱情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就走到了一起结婚了 对吧 但是女生希望婚礼延迟 有条件再办个她理想的 男生在这个上面没有帮到她 这是第一个让你不满的 是吧 还有别的事儿让你不满意吗 她家里面也一直不尊重我 那天我刚好其实在家休息 她爸以为我不在家呢 她爸给她打电话说 要是当初领证就直接怀孕 生孩子啊 哪有这么多要求啊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多难受啊 凭什么啊 我现在一个人就工作养着她 她家里面这样子来说我 当初我爸说这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同意的 她说话马上就反驳她了 我从来没有这种不尊重她的想法 从来没有过 但是你总是对你家里没办法 没办法要我一个人去解决 你自己在外面跟我在一起住 你也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这一次租个房子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钱 我就一个人上班 我想租个合租的房子 就便宜一点 还能租得稍微好一点 跟别人摊一下 然后她就一定要去租个那种 整租的仪式一厅的房子 一定要我们两个人住一套房子 那个房子就很贵啊 就在场上来说 那个正规仪式一厅 就要一千八九的样子 我工资才那么点 咱结婚了 夫妻俩人多了私密空间 不更好吗 再说你跟陌生人合租 谁知道她是什么人啊 她时候遇到了这种 就不靠谱的室友 她生活鸡飞狗跳的 好 听懂了 所以房租是你出对吗 姑娘 对 好 我接着问啊 房租是你出 生活费谁出 也是我 最后有没有租那个房子呢 租了 所有的费用是你负担对吧 对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就五千多块钱 然后你们现在一个月 开销多少钱 房租加上水电费就两千多 她又不喜欢吃那个素菜 家里谁做饭 基本都是我做 谁做家务呢 也是我 我就觉得有意思了兄弟 你是丈夫啊 对 对啊 不是你干嘛了 你做丈夫 就是当初 你怎么就成了丈夫了 你说给我听听 就结婚之前在家里 我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从 说说我都没做过 然后结婚之后 过去你不就是个儿子吗 对 现在你不是丈夫了吗 然后结婚之后 我也开始在学了呀 就家务啥的 为什么一定要考研啊 就想着最后钱他们能更好一点呢 那咋就更好啊 改行业嘛 就随便走到工作 你后面也不好发展嘛 你就总不能就这么 就是一个情况就这么 那她呢 婚姻呢 就想着现在就积累投资一点嘛 后面就不是更好 给谁投资啊 给谁积累啊 家庭不是咱俩个人吗 我就 没清楚啊 家庭是咱两个人 家庭不是他的吗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在这个家里面干啥了 就现在 你要第一年考不上研怎么办啊 就我就给自己定了这一年 考得上 那就更好考不上 那我也出去上班工作去了 那你为什么 我也觉得赚钱 为什么现在不上班工作 出去赚钱呢 因为那个我是 因为读研随时可以读 如果你想读 不我想到现在 我刚从学校出来 一是年轻二是 一是年轻那么早 结婚干嘛呀 当时在学校里 没想到这么多 那现在咋整啊 姑娘压力很大 十二月份考试了 你的意思是让她熬过去 我就希望再等一下 因为过了 就是过了几年 不管你问怎样 考研有几种可能性对吧 一种可能性是 考上你理想的学校 对 一种可能性是考上了 但是学校不理想 天扯到 两地分居之类的事 这怎么解决啊 我备考的学校 都是湖南本地的 考研之后 可能还有其他的生活变故事 你想不到的怎么办 那么长远的也没想着 那考研之后的 这两到三年的生活费用 怎么办呢 到时候就在学校里 没现在这么忙 到时候自己可以去工作了 算是 咱们 可能 我们